哦,右胳膊痛 哦,右胳膊痛 哦,又看到那个绳子来绑我 那个绳子绑我那个右胳膊 绳子绑我右胳膊不断在外头脱我 而且让我不能写 不能写下来 写下来他们也看不 但是我又想写 所以他们拉着我右胳膊不让写 这是我写下的东西 印出来的东西 帮你骨膜摸出了 帮你骨膜摸出了 摸出了十分钟 一万公斤了 他们还静静的一下 所以说设计到意识形态 是非法触摸 说了一通 说了一通 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每个细节都有价值 既然在他们看这份文布置之外 现在还被人犯罪了 我人都走了十年了 又把我的脑脑翻过来 他不想我继续写下去 不想我继续写下去 外星人看到这一幕气得暴跳入来 我十年前写下的东西 他们又犯了障碍 不然我再继续写 外星人又想 希望我帮他们修设传的人群 传给他们 既然他们把我捆起来 在这个时候 外星人气得有点不想救他们 有点不想救他们 那现在他们好像重新考虑一下方案 重点是 让地球不要为害别人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让地球人不要为害到其他人 或者不要为害到地球上来的外星人 毕竟是他们安排过来工作的 是这样的周围 外星人感觉到 深深的难过 深深的内疚 没想到我们在这个地球这么惨 我也没意识到这个 排了然后绳子秃了 秃了一次又一次的 我才意识到我的处境了 我还没意识到这个处境了 我只意识到 但这个事情有点艰难 只是意识到艰难 没意识到这样的处境了 我自己也有点感慨了 有点感慨了 人家经常有一句话说 怀疑人生 我看了以后我也有点 我想怀疑人生 在这样的环境上 竟然 到了美国我还在低调 不敢多伸张了 怕又刺激到了那边 大阳彼岸的神经了 所以 只能悄悄地赶 只能悄悄地赶 只能悄悄地找移植规律 找积病规律 确实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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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